1985年 香港隊在北京擊敗中國隊 再次奪得世界盃外圍賽的出線資格 球員回來香港也引起一陣騷動 後來被稱為519的這場比賽 也成為香港球壇其中一場經典的賽事 劉榮要在錦影中獲得兩個球員100億 後賞的顧錦輝射成2比1